现在美国政坛 当然对于这个川普 在爱荷华初选之后的胜利 接下来就有很多的分析跟评论了 那我想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不是只有美国人在关心 那么美国的领导人一出炉之后呢 那当然也会牵动到很多 其他国家跟他的这个合作关系 甚至是整个地缘政治 我想等一下 我们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也要来看看 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来把把卖 那我想今天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赶快来先探讨一下 今天的几个话题咯 首先呢 当然我们要先聚焦于 大家最近所关注的菲律宾 最近大家在关注的这个南海的情势呢 那毕竟现在要看的是菲律宾的态度 还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中方会怎么做 大家都在猜到底下一步会是什么 那么菲律宾到底能不能服软面对中国大陆 坚定的态度跟做法 可是现在呢很明显的是菲律宾 还是要接下来呢动作平平 可能是不是真的又有他的计谋了 那今天呢我们当然就会先从菲律宾这个话题来开始谈起 他可能觉得有美国可以依靠 甚至还有更多其他的国家都要来加入来支援菲律宾 所以我们今天会先谈 不过呢三位来宾都到了 好赶快先为大家来一一的点名介绍 首先欢迎的是前立法委员蔡正元 委员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继续为您介绍率化名将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着欢迎的是借文集大使 毕竟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也非常感谢是季先伟 看到你的斗内了非常的感恩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您 就是第一次在直播送出超级留言的 好谢谢你的支持跟鼓励 好下次记得在斗内的时候呢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好给我们看一下 感谢你咯 好再接下来呢 我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菲律宾 现在到底想干嘛 菲律宾防长说了 希望今年的第一季就要跟日本签 相互准入协定 那这协定呢将准许双方 在彼此的领土部署军队 那路透跟美国之音呢 这些外媒都非常的关注 就强调说其实菲律宾你看 他正在加强跟邻国 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要对抗中国当局在南海 更具侵略性的行动了 好那我们就先问 菲律宾现在想要跟日本 要扩大合作了吗 光是一个美国已经不够看了吗 蔡委员 这都不是问题的焦点 问题的焦点是中非关系 在小马可市任内 不可能好转 甚至也会日益恶化 我判断这是跟小马可市 个人的财务欲望有关系 因为菲律宾总统 是只能干一任 不能再连任 在这个一个情形底下 对于小马可市来讲 他看重了只有两点 第一个 他加在美国一百多亿的财产 美国政府要不要答应给他解套一部分 第二个他被美国法院追通气 这个通气令现在还没有取消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要不然你可以看得到说 去年年初菲律宾小马可市总统 第一个马上就跑到大陆去访问 访问回来 跑到美国去一趟回来 整个人全部都改变了 理由很简单 美国一定跟他谈了一些条件 叫你开始扮演东南亚的反中角色 扮演美国的什么 一个所谓起手 因为以前用台湾作为反中的角色 搞得动荡不安 那他们判定找菲律宾来弄 中国大陆不太敢动真格 就是当美国的抗中马前行就对了 而且可以破坏南海行为准则 让中国大陆一直在推动的南海行为准则 就卡在那一边 最起码会卡到小马可市任期结束 至于找日本来邀惑 那个就是做敲锣打鼓的工作 我菲律宾我实力不够 你看哦 我有日本来 搞不好拿两天又把这个隐席月再找来 隐席月很喜欢 绰合这种事情 在澳洲现在大概不敢了 因为澳洲不太会理这个事了 所以他需要这种动作 有没有用 我们台湾最流行的一句话 这个备战怎么样才能避战 他也在玩这个游戏 我坦白跟各位讲 备战只是准备打败仗而已 证据在哪里 乌克兰 备战八年 一夕之间全部垮掉了 像流沙一样 因为量级不同 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 他自己也很清楚 可是有了小马可市的失利 有的美国人要利用小马可 所达成的战略目标 那你以为是日本只动跑去 跟菲律宾凑合吗 当然不是嘛 就是美国叫他 我前面的趴车小弟 在跟客人打架 然后我就叫我大堂经理 你也去凑一脚吧 就这个意思嘛 真正的老板躲在后面吧 老板顶多就是叫几条 航空母舰出来演给大家看 你看西太平洋 我还是老大 你们都要听我的 那个不太听我的解放军 我会表演给你们看 就是魔术而已 是 不过事实上相互准入协定 我想请教一下帅将军 因为如果说真的跟日本一签的话 其实两国彼此的军队是相互部署 其实不是菲律宾部署到日本是重点 应该是日本部到菲律宾 那个才是真正值得关切的一个焦点 来请教一下帅将军 这个问题就是拉日本来助威嘛 但是这个可以进入 也不能阻止人家不出去 日本会不会进入 这深值得怀疑 你说牵了不来 这牵了不来 有可能吗 他这个东西像我们远航一样 去访问一下 码头上表演一下回来了 这个都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场戏嘛 菲律宾如果希望日本加拿大这些准入 就能真的跟中国翻脸来干一场吗 没有这个能力嘛 那问题是在哪里 刚刚蔡文讲得很清楚 原来是顺寻的 杜特地的路线跟中国搞好 遇到美国为什么变了呢 因为美国这个事情的主谋是美国了 因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是要经过南海 然后到印度洋 美国现在很清楚啊 搞个印太司令部鼓动印度来主闹印度洋 这个一带一路的 那在前面呢 南海行动准则一旦签订以后 那从这个渤海湾一直到福建一直到广东一直到南海 畅通无阻啊 因为这边上都是中东的海岸线 中南半岛的海岸线嘛 越南啊 这个马来西亚 就是没有问题了嘛 是 那现在不搞个菲律宾来搅事一下 那不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就成了一半了嘛 所以这个问题啊 不是表面上是两边的军队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摆个姿态而已嘛 你看他说又去挑衅要在八个岛桥上面去填沙造岛 我请问菲律宾你有这个财力吗 你有那个造岛的技术吗 第三个你有造岛的必要吗 岛造出来没有飞弹没有火箭没有重炮 你那个岛造出来干嘛呢 既不能观光 又不能够种植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症结点其实就是说 就算日本来了来驻军了 或者是美国啊 因为美国在菲律宾也有基地的话 对 那真的要开战了的话 那日本跟美国会干嘛 不是不干嘛 第一个你要搞清楚 日本现在还是自卫队哦 还在他宪法之外不能对外出兵哦 所以这个东西我讲嘛 根本就是假的嘛 唱个戏嘛 这个弄个典礼弄个仪式画一块土地画一个港口 日本舰队来晃一晃走了啊 对不对 那日本可以秀个军威就是了 哎呀 做个秀 政客就彼此在制造自己的舞台 那真不真做呢 我这个人一辈子看你实力能不能做 好 你财力能不能做嘛 你军事基础能力能不能做嘛 做完你力害得失是什么嘛 均以力动啊 没有力以谁动啊 好 来 介大使 所以听到这儿的话 因为菲律宾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蛮多的 我们前两天才在讨论就是说 他还要开发 什么南海的九座岛礁啦 今天是说有相互准入协定要跟日本来签啦 那之前还有更多的动作嘛 还有包括说他们要增加他们的船只啦 菲律宾总而言之呢 就是一副 就是要对着干那种意味 那我就问 很多其他的东盟国家都在劝他 包括印尼的总统 最近才跟小马可市见面啊 那意思是什么 你南海行为准则到底是签还是不签啊 到现在目前这样看起来 介大使 我想他是应该要签了 他这些动作都是 为了以退为进 这一些潜质性作业啦 他不是说要开发那九个岛礁吗 对不对 那有什么用啊 没用啊 没用啊 你真的要对抗的话 你就到黄岩岛去啊 你就到那个仁爱礁去啊 你不是冲过吗 撞过吗 那为什么没有后续呢 那做一大其他的动作 都是怎么样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遥远 离真正的 去他这个 确保他的领土主权的这些作为 都隔得很远啊 那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他 基本上这些都是怎么讲的 我觉得都是化妆性的效果 菲律宾 这个民族本来就比较浮夸一点了 浮夸一点 做这些动作啊 那么不具真正实力的这种 这种这种动作 那这个互相相互转入协定 离这个军事同盟远的很啦 那只是说在演习的时候 我进入你的领域的话 我想有一些什么 制外法权而已啊 就这样子啊 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啊 这个军人进去以后 出了什么状况啊 这双方可以 对方一些方便而已啊 没有什么这么 这么强的军事意义啦 那是 我觉得军事效果是很微弱的 那你说要日本驻军 菲律宾的领土 日本国内都不会通过了 对 日本好不容易从这个二次大战的 这个好痛苦中啊 也不是痛苦啊 才走出来了 那他想要到外国去驻军的话 那不但是亚洲各国 通通是警训 国际社会不会允许的 是 所以我觉得马可思你就是 就是有一点 现在有一点点好像啊 花蝴蝶的感觉 就搞一些这些 cosmetic 就是说化妆性的效果 实际的动作的话 我认为是往后退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 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